都说春节年味浓 而我在这里闻到的是各种燃油混合的战味 作为驻守祖国西南一线的拳头部队 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谋律 春节期间紧盯战备不放松 春节练兵不停歇 战机编队升空奔赴训练空域展开对抗空战 红风辽机响起告警声 飞机员果断机动摆脱对方雷达锁定 随后 红风战机巧妙配合 将南方战机引入陷阱 成功锁定南方战机 反航途中 编队特勤模拟处置训练随即展开 通报下达后 掌描机交换位置 按编队引领方法带领故障机着陆 在完成对抗空战后 我们在反航途中 零机设置故障特勤 提高飞音源抵御风险能力 空中特勤越练越安全 这样也能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 让每一滴燃油都燃烧出战斗力 像这样的训练模式 已经成为这个旅的常态 他们紧盯实战能力生成 瞄准强敌对手 截日期间科学规划训练任务 通过与预警机 干扰机 加油机等编组携从训练 持续提升体系作战能力 我们全旅官兵始终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投胜练兵备战 从难从严锤练实战能力 把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紧迫压力 转化为炼弊备战的不绝动力 远火分队官兵文令而动 迅速请领轻武器清点个人物资完成集结 向预定地域展开机动 我们为每名官兵定制一人一卡 为每台车辆制作一表一图 将各要素进行模块化编组 从单兵到建制单位 从静态到动态 我们全方位精确规范了战备拉动流程 大大缩短了战备等级掌握时间 抵达预定地域后 各要素单元快速构建通信组网 指挥员综合多方信息 分析战场态势迅速研判部署 各炮班炮手密切协同配合 完成弹药装填 做好发射前的准备 三 二 一 放 一轮火力打击后 指挥员对毁伤效能进行评估 依据各炮弹药消耗情况 组织分队对残余目标 进行新一轮的模拟火力打击 春节期间 我们常态组织部队开展 全要素 全流程拉动演练 就是让官民保持 整个带单的意识 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 下一步 我们将深入分析 演练中暴露着问题和不足 总结经验 滚动修订战备方案 确保部队随时拉得出 上得去 打得赢 大家今年的新年后卡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晨光细微 手电筒照亮了黎明的雪 官兵们早早出发 去用自己的方式 迎接这个新年 咱们少佐风比较大 气温比较冷 北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觉到非常温暖 渐渐的大家都喜欢上了 看似初的感觉 登上哨所的撩望塔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早已成了官兵的过年传统 金戈尔巴斯陶哨所 地处阿比金沟山口的位置 常年七八级大风 入冬以后 风卷着雪 透着刺骨的寒 但好在地势平坦 日照时间长 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山谷里暖意渐起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我们来 哨楼上 官兵们面对阳光 高声欢呼 栏杆上一张张贺卡 随风飘动 上面写满了官兵们 对家乡的思念 对未来的憧憬 当晨光照进雪山 洒满金戈尔巴斯陶哨所 官兵们也开始了 新一天的工作 远离城市的繁华 行走在巡逻路上 战事陈志春手中的 一抹中国红 格外显眼 今年是陈志春扎根边防的 第十一年 也是他在这里度过的 第四个春节 虽然说今年我们不能回家过年 但我们哨所每年都会 布置春节氛围 张灯节彩 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这次我们将中国节 带上巡逻路 也是为了将年味 带到祖国的边境县 和戒为旁 一年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 巡逻路上无花无树 极木似叶 满眼是绵延的雪山 和望不到边的戈壁滩 只有整齐排列的 边境铁丝网 和数字化监控系统 和官兵们一起默默地 见证着这座深山孤哨的转变 自从我们有了新一方以后 不但打了自己的水井 还安装了净化器 边防监控系统 也安装到了哨所 就算大雪封山 我们出不去 也能知道 边境一线的风吹草动 风雪中处立在边防线上的戒碑 就像连队的一员 每次抵达戒碑 官兵们就像见到了老朋友 每逢佳节被私亲 巡逻的战士王怀涛 特意准备了一些心理话 通过镜头记录下来 送打给远在家乡的亲人 爸 妈 虽然我站在这地方 离你们很遥远 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后悔 能站在这祖国的边防线上 守护着祖国的领土 我感到非常自豪 也请你们为我感到自豪 巡逻结束 官兵们也手拿中国节 送上了他们的新春祝福 如果要问什么最能代表年味 春池间 家乡菜的味道 排名绝对靠前 夕阳西下 巡逻归来的新兵宁新宇 将在连队团圆饭里 收获一点小小的惊喜 这是宁新宇在邵所度过的第一个春节 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小嘛 所以我们联系了他的家里人 准备给他做一份家乡的美食 来自四川的宁新宇 很想念家乡菜独特的麻辣鲜香 班长刘广军得知后 便默默记载了心里 在这个春节 他特地向宁新宇的母亲请教厨艺 想复刻出 占有心中家的味道 其实宁新宇他妈妈跟我们说了 好多他喜欢吃的菜 但是根据邵所的现有条件 我们选择了口水鸡 因为口水鸡的原材料 在邵所都有 可以做得出来 希望他能够喜欢 鸡 鸡 你快点尝 快尝尝 快尝尝这个味道 我没想到在这遥远的边关少侠 班长还能让我吃到家的味道 真的很意外 也很感动 国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军人就守护在哪里 遥远的雪山间 平凡而伟大的边防官兵 围坐在饭桌旁 吃着热气腾腾的团圆饭 聊着日常生活的琐碎 此刻的深山孤哨 显得格外温暖 在登上山东舰之前 我对他的印象是 历见海江驰骋大阳的国之重器 那登上山东舰之后呢 我才发现 其实不仅是飞行保障 以及战备训练 那他的业余生活也是非常精彩 群众性对组的小伙伴们 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展开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 我们扎根在深仓 点燃着复兴的希望 我们飞跃在甲板 那是彩虹铺就的战场 胜利的歌声 就是从这里飞扬 祖国也在为我们歌唱 这首战味十足的诗 是海天师舍成员魏晶 在春节期间创作的 描绘了战士们 节日战备的火热氛围 平日里 师舍创作的优秀师哥 会邀请指南书舍进行书法创作 春节期间 书舍的成员们格外忙碌 宁静春节嘛 好多官宾都扎根岗位 然后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 那我们就代表我们书舍 给大家送一些温暖 送一些祝福什么的 就是由全建一些书法爱好者 然后来组成的一个团体组织 平常业余活动啊 或者是出海的时候 我们就会集体组织 大家讨论一下书法的经验啊 然后交流学习一下 在山东剑上 像海天师舍 指南书舍这样的群众性对组 有大大小小十几个 兴趣方向从师词歌赋 到运动健身应有尽有 春节期间 深蓝乐队也在抓紧 为剑上的晚会排练节目 乐队成立之初 是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在丰富自己的同时 也为在友们加油补尽 虽然不能与亲人团圆 但借着镜头 官兵把新年的祝福 送给远在千里的家人 爸妈 今年又不能回家过年了 我在这里很好 你们不要担心 你们要多注意身体 新的一年 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 我会守护好祖国的南大门 新年快乐 爸 您没有每天按时测量血压 妈 儿子特别想吃您包的饺子了 春节期间 部队组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还有各种好吃的 儿子又壮了一些 你们在家里保重好身体 我在这里守护好海浆 妈 今天春节我又不回去了 东北的冬天比较冷 注意好防寒保暖 照顾好自己 过年了 该买啥就买啥 该值班年货 值班年货 不要怕花钱 等年后 我再休假回家 去看你 弟弟 你马上要去当兵了 我现在不仅是你的姐姐 也是你的老班长了 进入部队后 要服从命令 发挥自身特长 多学本领 希望早上听到你 立功设奖的好消息 记者刚刚来到东部战区空军某机场 就赶上一场紧急战斗起飞 几分钟前 雷达监测到一处不明空情 作战值班式立刻拉响警报 正在值班的飞行员 吴陆鲁和战友 驾驶歼16战机 迅速出动进行处置 飞行员在空中进行处置的同时 地面人员也在进行相关的后勤保障 除了日常的一日三餐外 育有夜间的战斗起飞 值班人员也要做好饭菜 送到外场值班室 保证飞行员有充足的体力 进行下一次飞行 上去有时候一待 就待很长时间 对精力消耗也比较大 然后体力消耗也比较大 补充补充体力 像情况复杂的话 后面还要继续上 在空中进行查证后 吴璐璐根据空中态势 完成判断和决策 稳妥处置了此次不明空情 和战友返航时 丰盛的饭菜 已经送到了值班室外的餐厅 平时值班呢 我认为就是一个 整个待旦的一个状态 整个人就是全副武装 衣服啊装具啊 还有枪弹什么的都准备好 确保一有情况 能及时登机 及时有效地进行深空处置 吴璐璐告诉记者 在担负战备值班的过程中 有时也会遇到外军机 抵近我领空挑衅 他们会坚决起飞进行驱离 应对处置的过程中 有时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 外军机的机号 他们的这些飞行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空防安全 它来我们这边闹事了 首先我们就不在怕的 而且我们背后有我们 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 有体系作为支撑 他要搞事情 我们就跟他一个高度 哪怕是冒着相撞的风险 他要往这边进 对但是我们就卡着着不动 他什么高度 我们什么高度 身处一线 这个部队每一位飞行员 都有面对面处置 空中特情的经历 飞行员常态在机场 担负24小时战备值班 记者采访期间就多次遇到警报响起 飞行员无论处于何种状态 都要第一时间奔赴站位 一天之内滚动起飞 连续几天下半夜战斗起飞 有时连一顿完整的饭都没法吃完 这次任务 无路路驾驶战机 在空中按照预定动作 果断进行驱离 辽机飞行员操作设备实施取证 凭借过硬的战斗技能 逼迫外军机改变了航向 确保了祖国的海空安全 每次升空的时候 俯瞰祖国的大河河山 城市街道等等 感觉就像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同时也感受到了 自己身上陈天天的那种责任感 这片领空是由我们来守护的 像那种带着枪和弹 带着真听设备 天天来我们家门口换运的外军机 我们必须坚决地予以驱离 我们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 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 也有底气来坚决捍卫住这片未难 随着战备警报声响起 雷杂战官兵迅速进入战位 方位12斗距离24斗 发现入目标 目标突然明显 此次战备转禁演练 围绕不明空情处置 装备故障排除等内容展开 官兵根据设定客目 快速反应精准处置 演练中 面对突然出现的特请 官兵迅速对雷达装备进行检修 校准装备参数排查异常原因 在短时间内成功处置特请 通过演练 进一步检验雷达官兵的敌情观念 与战斗意识 对于我们雷达兵部队来说 平时就是战时 开机一分钟 战斗60秒 今天我们演练 通过不断构建新的战略环境 以及空情怠使 用实际行动来检验战型人员 能打仗 打胜仗的过瘾本领 提高应急应战水平 在425号进队方向 发现人员可疑人员 正在破坏皮丝王 接到命令 官兵迅速完成战斗准备 向目标地域机动 此次任务区域位于房区深处 沿途多为高山密林 官兵沿途对目标地域情况进行判断 并利用车载监控进行观察与任务部署 官兵依托地形地貌 展开边境封控行动 途中 巡逻队员对受损铁丝网进行修补 通过无人机侦查 官兵在一处密林 发现两名可疑人员踪迹 队员立即前出实施抓捕 在官兵的密切配合下 两名不明身份人员被成功抓捕 我们紧贴实战环境 对边境地区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进行模拟演练 既检验了我们平时训练水平 和快速处置能力 又提升了官兵居然四位的悠患意识 推开家门 迎接蒙古族女孩哈林的 是一个纯白色的童话世界 在小狗的陪伴下 她要与同学们会合 一起去白哈巴边房莲串个门 走个亲戚 拥抱举高高 柔软又温暖的情感 仿佛能够融化冰雪 不少孩子给解放军叔叔 专门准备了新年礼物 而哈林准备的是一张 三好学生的证书 跟我们一起踢足球 跟我们讲故事 送文具一起玩 我们在边房线上这边学习 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护边员 特别崇拜解放军叔叔 长大又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在白哈巴 守边固房 从来都不止是大人的事 生长在祖国的边疆 孩子们与官兵朝夕相处 更明白国和家的含义 乌尔古伦是白哈巴小学的老师 曾经的他和这些孩子一样 也是一名小小护边员 感受到他们的温暖 还是跟没有变化 白哈巴的老百姓 村民就是官兵 把官兵从来没有当成外人 不管是老人或是小孩 把官兵都看成自己家人一样 以前也是这样子 现在也是这样 往后就是也是这样子 孩子最爱过年 除了好吃的 好玩的 他们还能许下新年的愿望 哈萨克族男孩阿姨波利 希望自己的身体可以更强壮 就在不久前 他不慎被野狗咬伤 由于当地没有狂犬疫苗 进出村庄的道路又被积雪阻断 焦急的父母只能抱着他 来到联队求助 因为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嘛 我们一边向上级汇报 看正在雪灾救援的直升机 能不能把孩子带下去 一边组织官兵 请你停机坪 正在这时候 下山雪崩的路被抢通了 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 救援车辆 将小孩子送下去 第一名小朋友 阿姨波利 波利提汉同学 如今完全康复的阿姨波利 又重新回到了小朋友的身边 而他的勇敢 也得到了解放军叔叔的认可 官兵将阿姨波利 和其他表现突出的孩子们 评为优秀小小户边缘 也把最真挚的祝福 送给这些特殊的小战友 别看这些小朋友们年龄小 但其实他们 也是我们守边雇防的一员 有时候看到陌生人底边 也会及时地劝阻 并来告诉我们 我们既是朋友 也是战友 也祝愿他们茁壮成长 将来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正在05的女兵班长 叫苏澄澄 是新疆军区某团的一名卫生员 局域高原的助训场上 每逢重大节日 他都会积极参与到活动当中 用自己精心编排的演出 为战友们送去温暖和祝福 同他一起在高原执行助训任务的 还有他的爱人 新疆军区某团副连长赵庆斌 结婚三年的夫妻俩虽然在一个单位 但却因为各自的工作和任务 总是聚少离多 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 这次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 喀拉昆仑高原助训 他们也是一起递交的申请书 这段时间 苏晨晨每天都奔波在文艺演出的路上 当赵庆斌得知 一伙妻子的演出车队要从这里路过 他提前就开始等候 这个春节 赵庆斌给苏晨晨准备了一件神秘的礼物 虽然每次相聚的时间都很短暂 但对小两口来说 已经足够有意义 更足够温暖 来不及寒暄 两人又要各自奔赴战威 庄严的军礼仿佛将时空定格 从南京一路赶来 军嫂徐静终于在阿里 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丽鹏 一上高原就出现了高反 但徐静不想错过 丈夫和他约定好的第一站打卡地 班公湖 看看这就是我们守护的班公湖 哇 还是好壮观的 对 现在好好看似像大理石一样 对 第一次驻祖在这样湛蓝的高原湖泊边上 让徐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军嫂徐静同样也是奋战在强军路上的一员 作为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的一名文职讲师 这次来到连队 他还主动为官兵们进行培训 他想把自己研究的用电难题和通信知识应用到部队 在高原上上课和在学校上课还是有差别的 有的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就已经有些气喘了 但是只要想到自己平时研究的课题可以解决部队一些实际问题 在类都是值得的 能共同在高原上工作 对于夫妻俩来说是一次独特的体验 更是乐在其中 说起这款装置那可是丈夫李鹏的骄傲 此前徐静得知部队住训期间用电困难 他就赶紧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 研发出两高环境下风光互补供电集成系统 这次徐静上山也能够近距离指导官兵安装和使用 每天传手要走到三到四条 夜晚徐静来到丈夫的少尉 和他一起感受着高原璀璨的星空 体验书边战士频繁的坚守 这一刻也将成为他们最浪漫而难忘的一个春节 虽然我们长期分级两地 但作为文职人员军队的一份子 我会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和爱人一起为国防事业努力分斗 请播737158 强军路上还有无数堆像他们这样共同奋斗的夫妻 他们默默地坚守在岗位上 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又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 用独特温暖的方式鼓励支持着彼此 在他乡呵护着小家更守护着大家 一大早 柯东弦家就热闹非凡 在这个喜庆团养的日子里 被他救喜的四名群众相约一起来给他拜年 大家聚在一起拉家长制作欲以吉祥安康的年糕夜搭饼 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此刻如同家人 一张合照记录下来这温馨的时刻 春节期间 柯东弦还来到老英雄何永生家里 老人1966年被海军南海舰队授予一等功 今年已经88岁高龄 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军工章拿出来和柯东弦分享 警报声响起 战斗值班人员迅速奔向各自站位 机务人员加载任务数据检查各项参数 完成值班飞机出动准备 飞行员进入座舱调整仪表参数 很快进入战斗起飞状态 呼啸升空 我们细化处置流程 不断缩短战备反应时间 提高战斗转进工作效率 确保育有突发情况能够尽早登机升空 占据有利空中态势 机棚内 机务官兵认真细致进行检查维护工作 他们针对冬季容易发生的问题故障 制定检查维护方案 保证值班飞机保持挂弹满油的战备状态 为了完成好春节期间战备值班工作 这个旅每天组织值班人员学习处置流程和装备检查 确保战备飞机状态良好 部队时刻处于箭在弦上 引而待发的警戒状态 节日期间我们对可能出现的空中特勤进行研究推演 制定多套应急处置预案 不断调整优化演练流程 做到每个时间节点 每个指挥席位 处置应对精确无误 为祖国空天安全提供有利支撑 节日期间 中部战区空军雷达谋侣进行立场空情处置演练 方舱内 雷达操纵员紧盯屏幕 甄别空中目标属性 将各类情报数据编辟入网 演练结束 官兵立即进行复盘总结 查找问题短板明确改进措施 完善方案预案 同时 他们还利用交班讲评时间 进行战备教育和讲评冲爆 引导官兵时刻绷紧战备衔 节日期间 我们警惕现实威胁 从南从沿 开展实际化训练 合理调配直办编组 时刻保持 随时能战 全失待战的能力状态 守护好祖国的空地安全 战争没有预演 战备永不懈怠 中国战区空军地道谋理 展开实战对抗演练 发射阵地上 多辆跟踪高跑车 第一时间准备就绪 各火力单元 及时转换为待战状态 官兵快速侦锁空中目标 锁定方位距离 节日战备不仅要求我们在位 更要再站位 这次训练 我们贴合实战背景 全面锤炼部队全天后 全失欲作战能力 上方我因发现腰动动腰皮 方位腰管四 距离腰八 三两导弹两发 近远发射 明白 万家团员之际 正是战备关键之时 只有严格落实战备执行制度 续化应急应战预案 时刻保持临战状态 才能真正做到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喜马拉雅山脉 大雪纷飞 寒风凛冽 官兵们此次巡逻的目的地 是位于原始森林深处的一个点位 巡逻区域属山地寒温带 岸针夜林带 气候恶劣 地形复杂 加上积雪影响 官兵脚下的道路异常难行 去脚下 这石头有点滑 大家注意安全 在密林深谷里穿行 对官兵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这段路枝叶藤蔓缠绕 老树盘根错节 每次巡逻 大家都要时刻警惕 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 大家小心 脚下一定要踩温踩实了 再往前走 越往深处走 植被越茂密 官兵们经常是手脚并用的前行 在这里巡逻 他们需要负重40多斤 战备和生活物资 在落差近千米的地域翻山越岭 这对大家的体技能储备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长途跋涉中 战士张斌小腿突然抽筋了 放松 不要用力 好 你放松 你放松 好 经过简单的处理 张斌继续踏上巡逻路 官兵们告诉记者 巡逻路上这些磕磕碰碰 都是常有的事 每个人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伤疤 经过六个小时的艰难跋涉 官兵们终于抵达巡逻目的地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我用生命捍卫守护 绝不把领土守小了 绝不把主权守丢了 便狂有我在 祖国请放心 为充分发挥英雄模范典型引领作用 安徽宿州永桥区 在空军某部一等功臣马东家中 举行组织全民国防教育示范家庭接牌仪式 让送喜报活动更具有教育意义 立足工程之间 打造全民国防教育示范家庭 就是为了更好的 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在基层落地生根 在重庆丰都 军地有关部门为全军军事训练 先进个人周伟及家人送喜报 入午18年来 周伟扎根祖国西部边疆多次出色完成重大演训任务 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 回到家乡受表彰心情非常的激动 感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情关心和厚爱 带着这份力量回到站位 我将继续奋斗争取更大的成绩 同样扎根边防立功受奖的 还有军人索颜克 入午13年 他和战友坚守在海拔4500多米的卡拉昆仑高原 守护祖国大好河山 这个春节 山东贯县人武部将喜报送到了他和家属手中 我感觉所有的付出和辛酸都是值得的 我会继续理解支持他的工作 让他在边防安心服役 部队建功勋家乡杨美宁 在湖北湖南陕西等地 当地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 联合为立功官兵送去洗报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社会尊崇氛围 在这充满年味的大街小巷之中更加浓厚 演练模拟某地发生地震 造成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 到达任务地域后 先遣针检组携带针检设备迅速前出 对灾害现场进行细致排查 监检测发现倒塌建筑物下面 原疑似栽造物体 监一必须开始 排报组对疑似异报物体进行排除 搜索组携带专业设备 对灾害现场表层 狭小空间和深层进行搜救标识 随后立即创建废墟营救通道 这次演练我们出动迅速 各组分工明确 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在平时的战备过程中 就将各类战备物资定点定位定人 加强战备演练 从而提高了救援效率 水底板有速冻 伤员急需救市 就在救援队员即将成功解救被困人员时 压在被困人员身上的水泥板突然出现断裂痕迹 为了避免二次坍塌 救援队员决定从侧方开辟新救援通道 同时对压在被困人员身上的水泥板进行固定 在两套方案同时进行下 被困人员成功被解救 演练中 支队针对节日战备任务实际 通过临机倒调的方式 设置多个情况连贯作业 提升官兵在低寒缺氧环境下 执行任务的能力 天 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14.7万人次 到达旅客22万人次 迎来春节返程最高峰 武警北京总队官兵 针对客流高位叠加的特点 采取定点警戒 巡逻游动 机动被擒等方式 维护车站秩序 确保春节假期返程高峰期 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运行 我们及时按任务方案 启动加强措施 向进出站口和后车大厅 等人流密集区域 派出巡逻兵力 引导旅客有序出行 据航运部门相关信息统计 这几天返京客流明显增加 大兴机场日航班量超过920架次 客流量14.8万人次 武警官兵持续优化执勤工作 守护旅客安全返京 在北京大兴渔法检查站 武警官兵加强与地方公安部门 协同配合 为平安返京保驾护航 临近假期结束 进京车辆增多 我们驻守京南渔法检查站 进一步优化勤务部署 加强周边感知与联系联防 确保春运返京安全顺畅 四川成都 湖南长沙 安徽黄山 新疆乌鲁木齐等旅游城市 这几天也迎来了游客返程高峰 武警官兵科学部署执勤兵力 在火车站的入站口 后车室 出站口等人流密集区域 疏导拥堵人群 维护现场秩序 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 在战口港 持好勤的同时 我们竭尽所能为旅客提供帮助 为大家的春节出行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针对春运返程大客流 我们即使征配机动兵力 在售票厅 自动售票机 后车大厅等地 提供购票引导 路线指引 安全提醒等服务 让旅客拥有更加便捷 更加温暖的出行 这两天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日均倒发旅客 均超过25万人次 武警广东总队广州支队与机场民警 展开联合执勤 共同维护旅客安全 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情况 与相关部门建立了联防 联控 联管机制 做好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的准备 确保旅客和机场的绝对安全 今年春运 联勤保障部队 采取多种举措 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 各级运输投送机构 积极协调铁路 水运 民航等相关部门 多错并举提供优质暖心服务 联勤保障部队抽组医疗队走进驻地火车站 设立健康服务站和便民医疗点 为过往军人军署和群众开展健康护航活动 确保广大旅客健健康康踏上归家旅途 今年春运 除了现场的一整科普外 我们还与车站深入合作 建立急救绿色通道 如旅客旅有突发情况 可以第一时间扣送医院治疗 及时提供救治服务 暴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图苏 千门万户同同日总把新桃换旧服 年味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 也是中华民族一道特有的风景 在我身后 外军学员们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 学着写春联和福字 这份寄托了平安 健康等美好寓意的祝福 打破了国别的限制 向外军学员们传递来自中国的喜庆和欢乐 我写的是我的名字和对春节的祝福 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 和许多中国朋友参加这个春节活动 老师教会我们如何写毛笔字 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一年 我也非常开心 能和这么多的中国朋友一起度过春节 我画的是一幅中国的景色 上面有山 还有中国的寺庙 我觉得它们非常美 我还画了一些鸟 因为我是飞行员 这意味着我能继续展翅高飞 我还写了一个和字 这意味着和谐 这是我在中国学习感受最深的一个词 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也是最大的节日 作为非洲人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和中国人一起度过这个节日 春节也寓意着辞旧迎新 代表了所有人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福字在中国代表福气 所以我想将这幅亲手写的福字送给家人 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和金上校一样 来自巴基斯坦的学员阿克巴少校 也把福字送给了他的家人 但不一样的是 今年春节 他把家人接到了中国 一起体验中国的春节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非常好的朋友 看到中国朋友开心 我们也很高兴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祝愿我们的中国朋友 新生快乐 今天的活动非常好 我们玩得很高兴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而且能够看到中国的春节 真的非常惊喜 贴春帘 剪窗花 是寄托美好祝福的传统习俗 有着耕碎椒子寓意的包饺子活动 更是喜庆和团圆的象征 外军学员认认真真地 擀皮 塞馅 捏形 学得有模有样 我觉得包饺子不难 因为可以一起做 一起学习 在家我也会做饭 所以感觉不难 刚开始有点难 但跟着厨师们一起学习 就很快掌握了 看 包得不错吧 海军指挥学院在春节期间 组织外军学员参观王安石故居 欣赏古诗词等特色活动 不仅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让他们和中国这片热土有了更深的连结 2017年和平方舟医院船不远万里 到我的国家开展免费医疗服务 那时我也参与在其中 我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军人的专业 来到中国上海后 我还去献了血 可以说我和中国人民血脉相容 我爱中国 来自柬埔寨的学员萨托 他的父亲曾在2003年 来到海军指挥学院进修 父母口中的中国美食和文化 都成为埋在萨托心里的种子 20年后 他终于和父亲一样 来到海军指挥学院学习 父母回到柬埔寨后 经常跟我谈起中国人的友善 中国春节的灯会和烟花秀 也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 去年我的梦想成真 来到中国学习 和父母一样 我也深深爱上了中国 并且借这个机会 真正体验到了春节的氛围 陆军工程大学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化体验活动 与外军学员一起共庆龙年新春 让外军学员沉浸式体验 中国传统节日习俗 全方位见证当代中国发展 进一步加深中国友好情义 在南京高纯陶瓷博物馆 外军学员一边亲手体验 制陶的魅力 一边了解远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带给世界的影响 与此同时 一场寻龙记主题研学活动 也在同步展开 外军学员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独特魅力的同时 增进了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点点滴滴的建文 将汇聚成和平的种子 拨洒到世界各地 龙年大吉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平静 深速